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八月訪不訪臺 都還沒定案 就有人忍不住發了信 希望他不要來 全版廣告一半英文一半中文 標題是至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女士 內容說對於議長來臺訪問 深表歡迎 但擔心這訪問會讓兩岸局勢擦槍走火 怕臺灣會捲入類似惡務 戰爭的陷阱 文默還強調 兩岸同胞都是中國人 要的是兩岸和平 最後附註希望美國在臺協會幫忙轉治 攤登廣告的是中國航運榮譽董事長 同時也是國民黨籍的彭硬剛 有航運大王之稱 但一虧他的背景 彭硬剛的大舅子董建華 是現任中國政協副主席 他的父親彭夢契則是前警總司令 二八事件還用軍事鎮壓民眾 牽涉兩岸議題 相較彭硬剛的大動作致函 國民黨中央就顯得低調 在裴洛西還沒確定來臺前 戰無評論 國民黨不輕易地拋出自己的一個底線 但是我覺得其實某個程度上 應該還是要正面來去回應 因為畢竟他是我們的友人 再來是我們有共同的價值 沒具體表態 國民黨這表面上的觀望 學者分析 恐怕會牽動年底選情 有深藍背景的大佬 卻先刊登全版廣告 彷彿是要逼藍影表態 接下來國民黨如何接招 外界都關注 在這新聞房 星期三星期 台北報導